Hello 大家 今天是6月21号 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准备回学校拿东西 因为我基本上都考完了 所以现在都在家里待着 然后就只有一颗毛盖 下周考试开之后 就准备当天吃当天回 结果有东西放大了 所以今天准备回去拿 然后中午顺便跟小胡一起吃个午饭 然后下午跟午方一起回来 因为今天星期五啊 他也要回家 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 我这段时间就一直都在感冒 我已经感冒两周了 就一直都在咳嗽 其他难受到没有 就一直在咳一直在咳 都两周还没有好 我从来都没有感冒过这么久 所以我就说 如果这段时间还没有好的话 就一直都挺严重的 我就说去医院看一下吧 那我现在就准备出门啦 等会儿再见啊 拜拜 出门之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的什么 今天穿的呢 就是一个黑色的连衣长裙 然后是我才买的 是Sneedle他们家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 就很简单 现在这条真的很长 应该算是我所有群体最长的吧 就是到脚踝的地方 然后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拍完 就说都是出门的时候 拍全身给大家拍一下 然后他很喜欢 我很喜欢他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就是他侧边是一个 百折的纱的设计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啦 我们这等会儿再见了各位 拜拜 我们中午准备来中海国际吃这家烤肉 但他中午不会不开门吧 好像真的不开门了耶 哎呀 那吃什么 我们本来要去吃那个烤肉 就我跟我帮他过身的收拾了那一下 就关门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打车 然后去龙湖那边吃个饭吧 结果穿这双鞋都快一年了 脚还被磨成这样 现在就跟小胡过来买个穿口鞋 太痛了 我们点四份肉 三份牛肉一份 我都不吃我要准备 然后他要吃四份肉 哦哦那你吃什么 我只吃一点蔬菜 哦那你吃的肉怎么办 吃的肉都是你吃的 就给我养狗 哦 本来要的四份肉 然后那个姐姐 服务员姐姐说太多了 我们偏不信 然后还点四份 这一份就吃不下了 我要死了 把你烤了 你的五花肉 嘿嘿嘿嘿嘿 这都没有 有这儿 这也没有 被我抓住了 你不要误导 其实都没有的 腰没有 这个角色好看吗 好看 多好看 有多好看 绝美 那你也来 嘿嘿你好黑哦 哈喽我们现在到地铁站了 就坐过来了 坐了十三站吧 十四站 坐到东门大桥这边 我往东最远的地方就是春夕路 这真的是我离东边最近的一次了呢 然后今天准备去打卡下那个五早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网红咖啡厅吗 但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网红 反正我总是敢在潮流的末端 我们今天准备去尝一下他们家的那个松饼 就网上排名第一的 我要去看一下到底有多好吃 我们现在在这儿等我打的车 好像就五百多米 但是它太热了 我真的不想走路 所以还打个车了 还有两分钟就到了 今天成都天好好啊 太阳好大啊 我还没有涂防晒霜你涂了吗 我要被晒成你了 晒成小胡晒成黑娃娃 鬼鬼 我们现在到五早了 然后这个是菜单 还挺简单的那种感觉 你要吃什么吗 反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想吃下他们的松饼吧 应该 就这样 这个是我们点的巧克力戚风蛋糕 他们家的甜品就每天都是不定的 然后今天有三种 我们点了几种 一种两种 这个看起来还挺好吃 好烹哦 为什么人家那种博主戳出来都很好看 你戳出来就有一种喜剧感 好吃吗 可以帮我帮你帮到这个小时候 琴 是的 我点的是一个 梅果酸奶酸饼 是招牌的 就刚出炉的还是热的 就是你这样晃它还会冻 我要开始尝一下啦 刚才那个巧克力气泡蛋糕 真的挺好吃的 就一点就不会很甜 就不腻 这个看起来超好吃 我们现在吃完了 然后准备走了 我刚跟我方点了一个 就是这个小眷村的外卖 他们家的奶茶真的超好喝 是我最近觉得最好喝的 我们点的都是一个 捐豆花奶茶 然后加芝麻鱼人 都超级好喝 现在准备去旁边 他的书店逛一下 然后就回家啦 我们现在吃完了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店面 就是很简单那种 然后现在准备去这边的书店 应该就是这边吧 我还蛮小的找不到 可是 我还蛮小的找不到 是不是这家啊 我怎么说他们 他们是不是说在街对面啊 应该就是这家吧 结果刚刚说错了 街对面才是他们的书店 准备进去看一眼 然后男这也是他们的吗 男装店 这是这儿吧 偶遇一只大局 但他进不去 你开门帮他进去吧 你害怕吗 哈喽大家 今天是6月25号 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 我这段时间感冒又更严重了 就因为前两天好像 就是又着凉了 所以现在鼻子也不痛气 然后又咳嗽 但应该过段时间就好了 因为我6月份就特别容易感冒 就每次6月份基本上都要感冒 那我现在呢 准备出门 今天要回去烤我的毛盖 我都没有怎么看 所以说早点回去 临时报个火叫 多贴点标签还是啥的 就开阵的时候比较好翻一点 今天我基本上都没有化什么妆 只化了一个眉毛 睫毛 然后底妆跟口红 就特别特别大 因为就回学校 然后说给大家拍点火热了吧 因为平时这段时间 应该不怎么会出门完 就是每次逮到一个要出门的时候 就给大家拍点火热 那我现在呢 就准备出门啦 今天呢 就穿了一个白T恤 就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 然后加一个长的牛仔裤 等会儿穿个运动鞋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等会儿再见了各位 拜拜 我刚刚在地铁上看这个泰剧 叫吹落的树叶 里面那个孤腹真的聚衰 然后才跟到第四集 明天好像还要跟一集 超好看 我现在回寝室了 然后刚在全家买了一个午饭 就是他们新出的这个什么 豆花牛肉 然后买了一瓶水 我其实所有东西 基本上都搬回去了 就很空 大家之前问很多的 这个手机壳 是我在迪士尼买的 但我真的超级不推荐 大家可以看清楚 它这种字 上面的字都被磨没了 我都没有怎么用 都没用很久 它就成这样 所以真的不是很推荐 这两天准备重新买手机壳吧 这个都要不行了 就很多地方都掉色了 我最近下饭的局 就是生活大爆炸 我在重新刷 从第八季开始重新刷 我现在看到第十季了 真的超有意思 哈喽 我现在吃完午饭了 然后准备看一会儿书 下午两点考试 现在已经12点了 然后都会再睡20分钟 就趴着我上去睡 所以我把头发给披下来了 我初中到高中都是九度 所以我们午休都时 我已经习惯爬中上睡了 就是手会很麻而已 那我现在呢 就准备去看我书了 我们多时候再见了 哈喽 我现在到家了 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 大家看我这个壁纸 是不是超可爱 是那个皮卡丘 它会动 也是一个live的 就是它的跳舞 真的超级可爱 今天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底妆 就我今天用的 就是CPB的这个气垫 然后我的颜色是I10 我不是之前在微博上吐槽 它说非常用出来 非常像猪钢猎吗 就是用它自带的粉扑上 然后今天我就用了一个这个 也推荐给大家 就是我最近在用的一个上妆的那个 Beauty Blender的美妆蛋 这个真的是我用过的 所有美妆蛋里最好用的了 完全秒杀那个RT 我觉得比那个好用太多了 我当时买的是一个这个套妆 在斯福兰卖的 它是一个三个的 都是粉色的 我真好喜欢粉色 然后它这个套妆 本来就有一个折扣 然后当时斯福兰八折的时候 再打个八折 就超级划算 这个真的特别好用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等八折或者什么时候 这个呢 今天就用美妆蛋上的 出来的妆效就非常的清透 就很自然吧 但遮瑕力基本上没有 但我还是用散粉压力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样 就算用美妆蛋出来的妆感 还是有点太光泽激了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这个真的还挺好用的 反正我之前本来不准备再用 今天用完以后就准备 嗯夏天要把它用完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这个是最近入的一个粉底 也就是蓝扣那个精唇 但是它的妆效啊 那些都还不错 但也没有特别好 就无功无过那种 但我用它疯狂长臂口 就是每次用它 我的额头就特别痒 就是上妆的时候 就很想抠我的额头 然后卸妆以后 就会长很多臂口 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 但我觉得应该就是 反正每次用它 就会臂口突然变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应该不会再用 就跟他说再见了 那我现在呢 就准备去吃饭了 我们就过几天再见吧 拜拜 今天中午的午饭 我点了一个那个 Peter's他们家的外卖 一般在家里就是点外卖 然后今天点的是一个 他们家的德州汉堡 就一个汉堡 还有一点薯条 他们家的薯条是比较类似于 薯饺的那种 会粗一点 所以就外卖过来 味道还不错 我现在准备把它切开 他们家的这个汉堡 我一般只吃半个就够了 不然太多了 因为还有薯条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 放在碟子上 然后切一半 留一半面长到早餐算 然后把这个薯条倒出来 我今天感冒好像又有点严重了 就鼻子特别特别特别不通气 吃奶糕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配菜 就是什么生菜啊 被我不小心倒出来 就还有番茄什么的 但我都不准备吃 所以这个就直接扔掉 我不是很喜欢吃洋葱番茄这些 两包蜂茄酱 就我每个楼 去拿个刀吧 切开面长到早餐 不然这个时代太大一份了 而且我最近在准备减肥 就是减肥还吃汉堡 这一半就留作免长当早餐吧 今天我都起碗了 就看书我今天9点才起来的 我也感冒了 吃了感冒药就特别想睡觉 那我现在就准备去吃午饭 然后把番茄酱挤上来 以前我跟我方去莱夫试吃的那家汉堡 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结果他们关门了 我觉得比shake shake还好吃 可是他关门了呢 我太喜欢吃番茄酱了 Parameters of the Galaxy but Cinnamon licked it wrong There's a time and place for your randy dog stories and it's never and nowhere Yeah, no more stories about sex so Amy, that brings us to you Well, at work we've been doing some interesting research with neuroprosthetics Neat I've been re-watching the OC so we're all leading productive lives Hello大家 今天是6月28号 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今天约跟广方见面 就在万象城那边 因为那边有很多饮料 还有吃的 主要我很想喝喜茶 今天我们就准备一起去看个电影 然后吃个晚饭 准备看那些新出的蜘蛛侠 我超期待的 我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口红 就今天早上的快递才到了 我在淘宝上随便买 就Mac的923 因为好像很多地方都没有上市 我觉得还挺好看这个颜色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了 我们就等会儿再见了各位 拜拜 今天穿了我 上周跟我方去泰国里逛街的时候 我在Jimmy Chu买了一双鞋子 我今天还挺好看 是这种粉色闪的 最主要是我当时买的时候 还打气折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这双呢就很简单 我现在就准备去等我的车了 我点的洗茶好了 我们刚刚去取 我点的是那个 芝芝芒芒 我觉得最好喝了 比多肉葡萄还好喝 多肉葡萄我觉得有点太甜了 然后我方他点的是一个多肉粉粒 肯定还是我的要好喝一点 我们现在就准备去看电影啦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看完电影了 然后来吃晚饭就我跟我放了 来吃我跟小顾就每次以前吃RFS必吃 就是他超喜欢吃的那家速度披萨 结果RFS那家好像关门了 就只剩外向城这家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吃一下 我准备都是给小顾照几张刺激一下 他他还在学校 我以前都觉得那个荷兰地没有很帅 但我今天看完这一部吃 我觉得荷兰地超帅的 就突然迷上了 而且这部我觉得真的好好看 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等着吃 哈喽 点了一个这个火腿芝士明虾披萨 还加了一份芝士 看起来超级爽 他们家披萨就很喜欢给你配一个蜂蜜点 你就可以占 还点了一份那个小胡最爱的咖喱鸡肉炖饭 准备我们两个分着吃 还点了一份我的最爱烧烤拼盘 这个真的超级好吃 这个披萨也挺好吃的 今天加了一份芝士味道要更重一点 我们现在吃完晚饭 然后准备逛一下 因为吃了实在太多 结果我的脚又被磨破了 我今天下午出门 前一段时间我觉得走起来挺舒服 就第一次嘛 我就说Jimmy True鞋 真的我穿过最好穿的鞋了 结果现在脚后跟脚前面全被磨破了 痛死了 真的再也不要穿这种鞋出来广街了 我跟我方艺人买了一个 我给他吉利推荐 真的巨好用 对我来说比执尊秀那样好用太多了 而且很便宜 才30多块钱一个 我方又去买了一杯KY胖死产 你都喝了两杯饮料 我现在准备回家了 我今天挂了一缺万象城 这东西其实还算比较多 就吃的跟喝的还挺多的 现在在堵车因为是周五 到家了然后刚拿两个快递 都是很小的这种小东西 一个是这个耳夹 我在淘宝上随便买的 应该有很多同款吧 就很便宜 一百零几块钱的样子 就可以带着玩 今年好像很流行这种透明的亮亮感觉 的耳环耳夹 这个有点夸张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带到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就买过来放着 然后第二个是我在Hourglass买的 就是淘宝上随便买的一个 一个旅行分装的高光 它的色号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又聚不上胶了 就是这个我到时候 大家在屏幕上面把 这个我是当时听他们说 就说粉质比较细腻 前段时间我都没有用高光 这段时间到夏天就说 还是买个高光吧 然后就买了这一块 这个就很小 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块 就差不多这么大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就你不喜欢了也可以不用了 反正高光这种东西 那么大一块应该也用不完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量还挺实用的 我方从韩国给我带的东西也到 我就说一起给大家说了 因为就真的很少 我这次买了就四个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 我种草非常久的这个卸妆膏 我当时专门跑到联卡佛去买 结果那个店员给我说很奇怪 就是这牌子不是最著名的 就是卸妆膏吗 但他们除了卸妆膏 其他都在买 就是不买卸妆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 是100毫升的这个容量 就很便宜在韩国买 才不到400块钱 特别特别划算 我看网上就说 它很针对闭口啊 然后黑头那些就会有改善 所以呢就入手了 说试一试 而且卸妆效果好像也比较温和吧 第二个呢 是P淘的这个化妆镜 是不是超级可爱 然后也很划算 就当时我看我方朋友圈发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折扣 才60多块钱 它里面的这个星星 还是可以这样留的耶 是不是超级可爱 然后这个是一个淡紫色的 我方也没有收我的钱 就直接送给我了 就平时化妆啊 拍视频用 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也是独角瘦的 超级可爱这个 然后还有两个呢 小东西 一个是NARS的这个遮瑕液 然后颜色是香草 我这段时间就挺想买个遮瑕液 然后大家一般都说这个很好用 我就入手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3CE的这个唇釉 我之前不是给大家推荐过的 他们同系列的那个Going Right嘛 然后这次又入手了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系列的质地 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颜色是这个中日聚上胶的呢 就是第一开头的这个 我看网上试色就还挺好看的 就是这些东西啦 我刚去把这个耳架戴上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有一点太大太重了 我戴了可能才5到10分钟的样子 已经开始有点痛了 我觉得平时出门可能戴个一个小时就顶天了 主要就是拍照或拍视频好看 也不是特别日常 但今年就很流行这种 透明的 bling bling的感觉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买一点 简单一点的款式 就小一点那种 我觉得会日常一点 其实我是油耳冻的 但都疯了 我打完以后 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化弄 就特别特别麻烦 我只能戴纯金或薄金的 有时候戴925银的都要过敏 所以呢 我就觉得算了 因为很好看的耳钉 一般都是最多就是925银 或者就是很比较普通一点的材质吧 我觉得算了 那就戴耳夹吧 然后很推荐大家 我今天涂的这个口红 就是Mac的这个亚光馆的923 大家可以找靠谱代购之类的去买 因为国内跟韩国都没有上 好像只有美国那边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颜色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就是那种夏天的 有类似于草莓色的颜色 那我现在呢 就准备去洗漱啦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期视频 拜拜